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迷你世界和我的世界的终审 终于是开始了 相信有不少玩家已经知道了 按尤为 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开庭时间是2021年7月27日上午9点 听审内容将会以直播的形式放出 这次终审直播官开人数也是达到了500万家 看来大家都于这次案件的关注度非常的高啊 毕竟这是一场长达4年的纠纷 案情简介内容是 广州网易公司 上海网之易公司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迷你世界开发 运营的迷你世界游戏中的多种游戏核心 基本元素 抄袭我的事业游戏 导致两者游戏整体画面高度相似 侵权了我的世界游戏的改编权 和网络信息传播权 同时一时游戏玩家产生混淆 构成不正当竞争 故塑形法院判立迷你玩公司 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赔偿5000万元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 之前一手的2000万赔偿是涨到了5000万元 足足翻了一倍多 我从这两小时的直播中看到 网易这边是有了新的证据 大概意思是确定了 迷你世界的下载量和收入 估算出了一个侵权获利收入 认为5000万赔偿合理有据 而迷你世界这边认为 商核游戏盈利能力非常弱 只有皮肤盈利 认为下载量不能和收入化等号 反正双方各执一词 开营时间也比较久 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去 中国庭审公开网查看回放 遗憾的是因为时间有限 这次庭审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结果 何时宣判还需另行通知 或许又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吧 那么自从迷你公布以来 双方玩家的争执就没有停息过 也消耗了许多玩家的精力 大家都盼着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如果没有结果 可能争执就不会停息 所以这次的最终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迷你世界是否侵权我的世界 我相信法院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最后我也是希望我的世界环境越来越好 能做出更多有趣的内容来 大家也不必为了某些事情互相争吵 毕竟玩游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吧 那么之后的最终结果 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再插播一条消息 OK了兄弟们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 我宣布个事 我核实了阿阳连一千分都没过 你们要有谁能过的赶紧去试试 太难了 我连阿阳的头都没看到过